解放軍BZK-005 偵打一體無人機 掛載飛彈命中目標 而國防部公布最新9號這天 他侵擾我西南空域 演練開始 突擊隊員首先利用無人偵察機 對敵進行遠程偵察 完善作戰準備 就在國防部5號首度公布後 短短5天對外無人機三度擾臺 型號包含BZK-005、007和TB-001 這三種都是中大型無人機共通點 就是不只能偵察還能攻擊 那這代表對岸擾臺手段在轉變中嗎 畢竟三天兩頭數十架戰鬥機擾臺 對岸軍力再強總有疲憊的時候 更何況二系發動機使用受限比美方低很多 後勤維保對解放軍來說也得考量 而我方戰備彈藥預算也大增 國軍計畫從一百一十二年開始 大幅提升備彈存量 主要包含雲爆三零四零機炮 雷霆兩千高爆彈 紅準火箭彈和狙擊彈 金額規模是去年四倍 這十年都沒有再採購相同的武器裝備 那如果它的生產性能沒關閉 那你臨時你需要你即使向國外採購 可能都會來問題 畢竟國軍作業維持費長期編列不足 基層部隊東缺西缺 要軍人保家衛國 除了大武器基層預算也得補足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